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14號 星期三 大年初五 新的一年 祝您存善念 心情體健 基福德 嘉禾葉興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中國股市跌跌不休 病根在哪?還能起死回生嗎? 內部爆料顯示 中共證監會是球員兼裁判 讓股民買單 炸彈銀行執行長直言 中共正經歷一場信心赤字 這是中國經濟的病根 中國股市年節前經歷慘跌 但在日本及韓國 股市則表現強勁 養豬的 養牛的 養羊的 這些大戶都在虧損 甚至血本無歸 又多了一批失業者 日前 民盛將微博 綠城中國等66家中國公司從MSCI中國指數中提出 但同時卻對印度高看一等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難怪跌跌不休 內部爆料 中共證監會是球員兼裁判 讓股民買單 本月7日 財聯社引述知情人士報導 天理上海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創始人曹欣於1月31日因個人心理健康原因離世 知情人士稱 天理並非量化私募公司 網傳的加槓桿投資也不是公司的任何業務 天理是做一級市場股權創投的 2016年成立 目前公司產品都是存續期內 沒有新增任何二級市場投資 資深銀行家作家 微博賬戶原野FWC轉發這項消息稱 自2024年1月5日 微盤指數達到歷史新高點後 進入過山車市走勢 此後出現大幅回調 從年初至機一個多月的時間 微盤指數回撤超過45% 近乎腰斬 1990年代受到海灣戰爭的影響 臺灣的萬保投顧董事長朱誠智指出 1992年1月 美國道瓊斯指數大約只有3200點左右 但是現在道瓊斯指數突破38000點 今年已經創了9次歷史新高 消行之下 上海A股一路從3000點保衛戰頻頻探底 為什麼中國大陸沒辦法有這麼大的漲幅? 一方面是制度問題 二方面中國大陸有上海交易所之後 後來發展深圳交易所一度還積極發展北京創新版 過去幾年很明顯中國大陸的領導班子沒有那麼重視經濟活動 使用的都是很多管制 現在知道問題大了 中國金融學者賀江斌接受本臺訪問時分析 中國1991年建立股票市場的目的 是為國企央企脫貧解困 我們建立A股的目的 沒說讓你發家致富 讓你普通老百姓賺錢 他說 股市的第二層目的 是為國有企業分散風險 因為在90年代國企央企通過銀行間接融資 所有的風險都由銀行承擔 也就是國家買單 股市的成立 就是讓老百姓買單 賀江斌進一步解釋 深圳交易所成立 主要是為中小企業 民營企業解決困難 也解決中小銀行風險 至於近年來成立的北京創業板 則有更深層的目的 創業板是權貴的財富兌現 權貴掌權 要求企業上市 讓他們能變現 以美國或香港證監會為例 都是由律師 會計師等專業組成審議 在中國證監會 卻是求援兼裁判 我們這裡證監會都是幾個老頭老太太自己審自己 能否上市 不是交易所決定 旅美財經學者程曉農同樣也點出 中國股市監管出了問題 他對本台表示 中國的企業運營不良 充斥著投機氣氛 中國不少的企業家就是爆發戶 看到哪裡能騙 能冒風險就往哪裡衝 不惜欠下巨額債務 屆時還不上款就破產 中國沒有正常的企業內部的監管 政府也沒有對運營不良的企業給予足夠的監管和警告 中國股市近年來萎靡不振 賀江冰歸因最根本的問題 在市場經濟環境下 經濟才能發展 在管制經濟下不應該有交易 股票下跌是應該的 經濟下滑期間就是原木取餘 北京最大問題是什麼? 渣打執行長一語道破 跨國銀行集團 渣打銀行首席執行官溫托斯 在迪拜舉行的世界政府高峰會期間表示 隨著中國經濟經濟大規模轉型 以及人們對房地產危機的擔憂日益加劇 中國正面臨一場信心赤字 無論國內還是國外 都對共產中國缺乏信心 在我看來 共產中國最大的問題是缺乏信心 外部投資者對中國缺乏信心 國內儲戶也缺乏信心 專注於新興市場的渣打集團首席執行官 溫托斯在週一2月12日的一個小組討論中 對美國財經新聞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塔利納格奧爾基耶瓦 週日2月11日在迪拜接受CNBC採訪時強調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與北京討論了需要解決的長期結構性問題 我們的分析表明 如果不進行深入的結構性改革 中國經濟增長可能會跌至4%以下 《華爾街日報》此前的報導也點名了共產中國面臨的信心問題 報導說 中國糟糕的經濟數據可能暗示了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 中共政府未能讓居民相信 在後疫情時代 他們的財務前景是有保障的 居民對未來收入前景及其主要金融資產住房的安全性和價值信心大失 甚至可能永遠失去信心 《華日援引康纳爾大學貿易政策與經濟學教授》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中國區負責人 埃斯瓦爾普拉薩德的話說 2月8日公布的物價數據和其他一系列疲軟的經濟信號 預示著中國經濟將進入一個隱患重重的時期 年還沒過完 中國股市遭遇重錘 在中國股市面臨長期抛售和波動之際 名城將微博 綠成中國等66家中國公司從MSCI中國指數中剔除 與此同時 MSCI將在印度指數中增加5家公司 但沒有剔除任何印度企業 週一 二月十二日公開的季度審查顯示 MSCI從其中中國指數中剔除了從房地產 製藥到航空等行業的66家公司 創下至少兩年來的最高數字 此外 MSCI還對其香港指數進行了調整 剔除了三家公司 根據彭博社匯編的數據 目前至少有59億美元的交易所 交易基金追蹤MSCI中國指數 其中最大的是在美國上市的Ishare MSCI Channel ETF 中國牛肉 豬肉持續跌價 養殖戶血本無歸 中國資料顯示 中國肉牛存儲量在2022年突破1億頭 牛肉產量達718.26萬噸 成為全球第三大肉牛養殖國 而牛肉進口量也由2018年的104萬噸 增加到2023年的274萬噸 由於供過於求 中國牛肉批發價一路下滑 創下三年來新低 很多養牛戶 虧損嚴重 不再養牛 江蘇數千民眾張先生說 養牛也虧本 今年生牛賣13塊錢一斤 去年賣18塊多 要賣到15塊才能保住 牛肉就賣30塊錢一斤 我妹妹養了有八九十頭都是肉牛 虧了幾十萬不養了 全部處理掉了 今天我老家養豬的 養牛的 養羊的這些大戶都虧本 百分之九十人虧本 消費不起來 老百姓沒錢 買不起 遼寧農民郭先生說 養牛都是家庭養的 有的養十頭八頭的 最多有幾十頭上百頭六十頭一年 就光餵飼料得20萬人民幣啊 現在養殖業就是不管養豬啊 養牛啊 種地都賠錢 山西飼料公司員工陳柏披露 當地很多小型的養牛廠都倒閉了 他上班的公司也受到影響 經營困難 日韓股市大漲 日股飆34年新高 東京股市13日三連休後新開盤 一度比上一交易日漲破1100點 突破38000點大關 刷新34年來 記錄 韓國股市結束農曆新年四天長假後 COSPI指數收盤上漲1.1% SKEY海利市大漲4.8% 率韓國晶片股上漲 受到12日道琼工業平均指數創新高的影響 许多投資人買進半導體與通訊相關股 再加上日元走貶 美元對日元來到149元 此外 各企業發表的決算報告表現亮眼 都是促使日股飆升的原因 我們深深感謝每一位朋友對阿波羅網及我們團隊的溫暖祝福和不懈支持 這份關愛與鼓勵給予了我們莫大的安慰和力量 特別的 當聽到朋友們提到阿波羅網作為全球首家報導武漢肺炎 人傳人情況的媒體時 我們的心情是無法用言語表達的激動和自豪 這不僅是對我們工作的高度認可 更是推動我們繼續前行的強大動力 在此 我們衷心祝願您和您的家人安康 幸福 快樂富裕 讓我們共同推動迎接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我們來訪的架頭 我們可以 compatizione 我們可以到達一趟拜託min 大家可以來解釋一下 報告